欸靠 引擎盖怎麼突然冒煙 旁邊停一下 趕快看一下附近有沒有修車廠或保養廠 看要怎麼辦 這永威車行的 評價好像也不錯喔 喂 我剛才車開好好的 那引擎盖突然冒煙 你們能幫我處理嗎 好的我們會派人先來坐車 可以請你發送一下定位的位置嗎 喔好 好的謝謝 欸師傅 我想問一下我這個引擎 剛才怎麼會突然冒煙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現在剛幫你看了一下 你的水箱整個都沒有水 那所以才會造成這樣整個引擎的過熱壓溫動 那通常這個情形狀況下來說呢 一般都是沒有定期去檢查疏忽的 那有幾種情形 可能就是你的水龜吸引器卡住了 再來就是水箱沒有補水 所以它過熱 在水箱過了或是水管過了 或者是說你的散熱風扇壞掉了 它沒有再散熱 也有可能導致熱血 大致上是這幾個可能性 喔了解 對 師傅我想問一下啊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遇到這種狀況 它附近一定是沒有包廊場 那我要怎麼辦 首先呢 你看到你的車子在大量冒煙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停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然後打開引擎蓋 讓它散熱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如果確保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打電話機拖掉 然後把車子拖到店家那邊處理 第二種情況喔 就是你在行駛過程中 發現你的水溫表 溫度持續上升 一直沒辦法降溫的時候 我們有幾種 應急的方法來做一個處理 將空調開到暖氣的位置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散熱 減緩引擎過熱的情形 然後趕快找個地方停車並熄火 再將引擎蓋打開散熱 但不要急著去開水箱壓力蓋 因為這時水溫很高 如果打開蒸氣衝出來 人可能會受傷 一般來說要等個15-20分鐘 引擎才會真正降溫 再隔著濕抹布 將壓力蓋打開 確定沒有水氣了 再用純水或RO水加滿 運發動引擎 等風扇轉動兩次之後 就可以把水箱蓋蓋上 然後把剩下的水加到附水箱 趕緊開到店家檢查 像這台車我看它沒有水溫表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的水溫有沒有過高 好 那我們把畫面帶到這邊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如果說車子啊 你溫度過高的時候啊 這邊會有那個紅色的燈號 那如果你溫度是過低的話 這邊有一個Crow 就是那個比較綠色的燈號 那如果你在行駛過程中呢 發現你的車子的那個紅色的燈號出現了 那我們就該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幾點的 注意事項 好處理的方式 那我平常要怎麼去預防這個情況發生呢 這個其實我們就平常回到保安產的時候 要做定期的檢查 再來就自己在家裡要出門檢的話 我們再去檢查一下 附水箱的水位 上線或下線 欸師傅 那為什麼是看附水箱啊 不用看水箱嗎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呢 我們附水箱 然後當壓力下降時 附水箱中的冷卻水會被吸入竹水箱中 如果檢查時發現附水箱的水位明顯減少 可能就要回原廠檢查 或保養檢查一下是否有漏水 它加水的話是加在附水箱喔 對 因為喔 加在這個附水箱喔 它比較不會像竹水箱有這個壓力噴出來 所以這個只要這樣旋鈕打開 然後去把它加水到它的上線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師傅 那所以它這個水可以加什麼水啊 只要加純水或RO水就可以了 那不可以加地下水或自來水嗎 車子水箱散熱採用是金屬片 如果加地下水或自來水 它屬於硬水含有礦物質還有其他雜質 水到循環的過程中 水中雜質和礦物質會形成水溝 會造成管路阻塞 時間久了就會發生嗅死的現象 間接讓水箱容易破損漏水 欸就位我想問一下 我們那個水箱水啊大概是多久換一次啊 這個其實我們根據我們原廠的手冊來做一個規範 那或是市售的品牌 它有分為兩年長效型或五年長效型 來做一個根據來更換 今天很感謝Jerry這麼詳細的介紹啦 我們往後還會拍攝更多汽車相關問題的影片 喜歡的朋友再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好我們下次見 好掰掰